细致的拱北殿、慈航堂都是地方的重要信仰中心 不过连外道路路况不好,人车行走不安全 所以在去年底的会刊后,趁着过年前已经重铺完成 26号上午,一元廖正良也前往关心 现在路边平坦,过年民众到庙宇走春 就有平坦的道路可以使用 这是去年底会刊的画面 只见慈航堂前道路破损严重 不过现在迷了内院前广场已经整个重铺完成 至于底下转弯,坑洞很大的路段 也已经大片刨出重铺 里长说现在慈航堂,外国游客很多门面很重要 韩国,这个限度比较多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说我没刨 我们这个门面真的对国际的也不好看 所以我一直关心说这个路要赶快来修好 问题就是说在这边 是说尼环有城市,有做担保 那个较低的地方,较大厨的地方先补起来 过年就到了,所以也没办法再做 就去台马尼,再来拜托尼环 再来给我们岛堂,看我岛堂完成 这个路打得好走 汐止凶路的慈航堂是一个佛教的身地 平常很多的游客到这边来朝圣 那今天我们的里长的反应 这条路的广场破损的非常严重 那现在把这个广场破损严重的地方也把它铺设完毕了 我想这样子让我们的游客,呈见异动的乡亲 有更平坦的道路,让他们能够行走 目前针对破损最严重的先重铺改善 至于入口出道路,里长也希望后续重铺 让门面变好也更安全 另外在龚北殿这里,去年也来会看过 当时从西万路三端的岔口一直上来 沿路就有好多的坑洞军裂 改善状况如何 26号上午,议员廖正良也前往关心 只见整条路重铺好平整 龚北殿是个百年的信仰中心 平常可以说是很多的游客 还有很多的信徒都来这边来摩拜 那这边风景非常的漂亮 那之前经过我们的董事长 张董事长还有很多的董事的欢迎 就是说这条路有破损的情形 我们请我们的养工处 在这个过年春节之前 来把它铺设完毕 让我们的乡亲 还有我们的游客 还有我们的信徒 来这边走村的时候 有更平坦的道路 让他们能够行走 让他们能够停车 龚北殿不但是系纸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也因为这里周边的环境不错 总是吸引不少民众上山散步 看看风景 敢在过年前完成 要让民众到庙宇走村 有平坦的路可以走 好 其实我们在每一年的大年初一 我们都会到系纸公庙走村 包括我们的龚北殿 我们的圣德公 我们的中村庙 还有我们的天修公 我们都会到各庙宇去走村 龚北殿平常就有很多人来 信徒游客不少 尤其过年期间人暴多 现在道路重铺完成 路好走 景观也变好 九层慧林系纸采访报道